这个老师第一天上班 就将学生们的试卷甩了一地 让他们自己去地上捡起 这么做是因为学生考得太差 根本不配被老师点名 老师只会点名班里前三的优秀学生 前三才可以正常地拿回试卷 而至于全班倒数第一 则是被老师惩罚做班长 然而班长却并没有管理班级的权利 而是要去打扫臭气十足的茅测 为何老师要这么不公平 竟只是为了让班里学霸能有更多时间学习 然而老师这种肆意的施压 终于招致了全班同学的反对 但老师根本就不在乎 而是一本正经地向他们坦白 学生们都傻眼了 没人能猜到这位新老师竟如此蛮厚 而她上班的第一天 就莫名其妙地安排了一场考试 小美很是紧张至极 她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 刚准备在试卷写下名字 可仅有的一根铅笔却笔心坏了 本想向身边的人借下笔 可在老师严厉的眼神下 她又不敢了 没办法她只好用指甲摸笔心 而与她截然不同的是 小帅的心情就好多了 她用橡皮当作骰子投放 所有的答案都是靠运气猜测的 本想悄悄把铅笔递给小美 不料被老师现场抓到 因此被认为是作弊而被警告 不知所措的小美简直要哭了 到头来只好交了空白卷 但还没等成绩出来 老师又出了新的规定 考试成绩好的学生 不只是拥有选择座位的优先权 并且也可以无故迟到和逃学 马上所有的座位都被选完 小美最害怕的情况终于出现了 最后只剩下她和不学习的小帅 就这样两个倒霉蛋 当上一阵一阵的班长 遵照老师的要求 他们每天都得最晚放学 打扫完厕所才能回家 调皮的小帅似乎并不在意 不过小美却很不情愿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到了第二天中午 她正在端着饭菜分给同学时 结果不小心将饭菜打洒了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 引发了一阵躁动 正当她惊慌失措的时候 老师却做出一个奇葩的决定 要求将剩下的食物 先给自己成一份 然后再把剩下的分 给成绩前五的学生 同学们很不满意 但此刻老师却一本正经地说道 而她这么做的目的 却是想让没吃到饭的学生 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粮食 那些没有吃饭的学生 也只能埋怨自己成绩不争气 以及两个班长的失误 理直气壮的老师 让他们无法反驳 就这样他们只能把怨恨 用责怪的目光看着两个班长 两个班长就更惨了 不仅挨饿还得负责打扫 小美更加的憋屈了 当她回家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烦恼告诉了姐姐 但姐姐的一句话 让她恍然大悟 如果想让不被老师看好的烦恼消失 就只能在下一次测验中考得好 为了能得到老师的尊重 她下定决心从此用功读书 不过想要迅速考到班级前级 简直太难了 再还没有记下黑板的知识点 老师就已经把字擦干净了 无奈只好从同学借笔记 而班里的学霸由于本身成绩好 还能得到老师的特别照顾 但小美并没有气馁 反而激起了她心中的斗志 每天一直到很晚才睡 求助姐姐帮自己补习功课 即使是在去学校的路上 都是被笔记 这天总算熬到了考试 而这次她再也不是没有准备 还专门检查了自己 有没有戴好文具 不料小美因为脑子都是想着考试 休息时间也忘记上厕所 导致为李翻江倒海 此刻老师拿着考卷进来了 可小美仍然不敢举手上厕所 只好硬着头皮去考试 然而由于太过紧张 小美却越来越难受了 中途她不止一次想请假 可在老师严厉的目光下 她又缩了回去 时间也是过得飞快 小美难受得已是满头大汗 终于她再也忍不住了 于是就跟老师请了假 但却被老师无情地拒绝 并且还指责她时间安排得不得当 正当小美纠结时 第一的学霸小丽此刻却站起了身 不忍看着小美在受苦 于是决定请老师通融下 可老师却坚持要大家遵守规定 还说小美去洗手监时 难保她不会借此机会作弊 小丽并不同意老师的看法 同学都被她的勇敢所折服 暗中为她喝彩 尽管她顶撞了权威 但这一次老师却没有因此生起 反而露出一丝欣慰的神色 可接下来她却让小丽做出选择 要么继续坚持刚才的行为 要么取消考试资格 可小丽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气口 转身离开了教室 成绩对她来说并不代表一切 接着拉着小美往洗手间走 当老师打开她的卷纸时 发现小丽早就把答案都做完了 此刻两人正往洗手间跑去 小美却忽然一下跪在地上 她终究还是没能忍住 小美羞愧得泪如雨下 小丽看着她狼狈的样子赶忙安抚 承诺一定会为她保密 还体贴地带她去了更衣室 但当两人回到课堂的时候 老师却宣布小美被取消班长职务 转交给了打抱不平的小令 并且增加了班级规定 任何再敢和老师作对的人 无论成绩是否优秀都会被罚做班长 老师的严厉批评 在同学中引起了一阵不满 他们私下里谈论老师的经历 原来班主任曾是名牌学校的老师 然而却突然消失了两年 同学们纷纷好奇 觉得老师肯定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才会降级到我们学校来当班主任 学生们决定将此事告诉父母 然后联合家长找学校要个说法 但小美却很是害怕父母责怪 因为两次考试自己都是零分 但不幸还是来了 当她从学校回来 发现妈妈正和同学的家长打电话 妈妈知道女儿不仅上学挨了 还被当成了苦力为班里干砸活 妈妈很是愤怒 于是一大群家长气势汹汹地赶到了学校 见此情景 学生们高兴地手舞足蹈 这回老师怕是要遭殃了 可小美却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此刻的家长们正在办公室面对校长 他们痛斥班主任的教育方法 正当校长进退两难的时候 老师却带着一股女王范儿回到了座位 仿佛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慢条斯理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哪怕面对家长的质问 他也是一点都不着急 而是平静地提议 可以单独和每位父母进行私聊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和他谈过话的每一位家长 走到哪里都有人称赞他是个好老师 原来班主任很懂家长的心思 他明白父母们只关心孩子的成绩 所以他夸下海口说自己会特别关注孩子们 还利用女性的共鸣 努力使妈妈们觉得理解 最终也是轻易地化解这场危机 看着所有的妈妈笑着离笑 大家的希望都被浇灭了 此刻老师出现在了学生们的面前 嚣张地说出了妈妈反叛的原因 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孩子们 也只能任由他摆布 但学生们不愿意生活在老师的影子里 他们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 然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这天大家正在上课时 一个拿着匕首的匪徒突然闯进了教室 学生们惊恐地四散奔逃 危机关头 一位女老师挺身而出 他拿着钢叉与匪徒战斗 可瘦弱的他又怎会是对手 就在匪徒朝着学生们跑去时 这时却被班主任拦住了 迅速地将匪徒踹倒在地 原来刚才仅是校长安排的模拟演练 可演练才开始 却被班主任叫停 他当众抨击校长不过是做做样子 表示这么做不过是应对上级的审查 一旁的小帅此刻灵机一动 接着对老师提出了质疑 如果我们真的有了危险 你是否有能力保护我们 这样说就是要让老师难堪 却万万没想到老师还真能保护他们 为了展示实力 接着他嘲讽工作人员用真本事 对方顿时血压飙升 不料仅仅两三个回合 老师就以绝对的优势压制了对方 众人看着眼前的一幕全都傻眼了 校长也是惊得哑口无言 而回到教室后 老师告诫大家别再做无意义的抵抗 表示我对你们了如指掌 如果把你们犯的错告诉家长 估计你们都不会安然无恙 但学生却认为他是在吹牛 接着他朝一名女学生走去 直接掏出他早恋的照片 接着又翻出一根录音笔 里面有着学生说父母坏话的录音 但此刻小帅却猛地站起身来 表示自己没有犯过任何错误 我也根本不怕你的威胁 但他还是低估了老师 被老师无情地揭穿了 学生们得知小帅家里的丑事 都惊讶看着平日大大咧咧的小帅 而老师则一直在为难他 说他之所以表现粗心大意 只是逃避过去 从而假装自己没人爱的事实 老师一番话揭开了他心中的伤疤 一种强烈的自卑涌上心头 但老师仍不肯罢休 言辞却是愈演愈烈 小美忍无可忍 眼见自己的好友遭到如此对待 他壮着胆子替小帅喊停 表示尽管小帅是个学渣 但性格却是善良热情 每当班里的人陷入困境时 他总是给予能力内的一切帮助 他还有许多连老师都不知道的常驻 老师不该谈论小帅的家长 小美的一番话似乎有些打动老师 但他却依旧强硬地惩罚了小美 并宣告从今以后 班里的一切杂物都将由小美来负责 这就是不听老师话的下场 但学生们还没有意识到一点 老师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开始影响他们了 为改善班级的学习风气 老师将他们分为六组 如果团队小组有一人出错 那么全组成员都会面临责任 还要求每个小组互相监督 告密者将得到丰厚的奖赏 成立小组的是刚落音 也是迅速奏效 有个女生说她在课堂上 被人偷了钱包 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 把她当作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看谁也不肯认错 她决定采取排除的办法 让每一个学生都写上 他们的怀疑对象 然后将最有可能的人 列出来进行重点排查 可老师不料同学们 是那么的团结 没有一个人把怀疑的名字写下来 学生们顿时欢呼 认为老师不能对他们怎么样 但是他们还是小看了小组制度 作为连带的惩罚 学生们都要个写一万字的检讨 不只是作业量的增加 并且放学时间也被延后半个钟头 老师刚说完 大家都在抱怨 但反应最为激烈的是丢钱包的女孩 她才是牺牲最大的人 结果却还要一同遭受惩罚 可老师却告诉她 刚开始学生们不以为意 但久而久之就互相产生了矛盾 而大家的关系也从一开始的 融洽到后来的分裂 班级顿时一片混乱 不过老师并没有阻止 而是做山关虎斗 因为她早有预谋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偷钱包的学生小慧倍感压力 这天她打算消除证据时 也正好被路过的小美给撞减 眼见无法再隐瞒下去 小慧不得不承认自己出于嫉妒 所以才从同学那里偷了钱包 可她又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 于是想让小美暗中帮她送回去 以免被老师责罚 小美勉为其难地同意了 但她把钱包放回去的瞬间 恰好被小姨撞减 小姨根本不听她解释 马上跑到老师那里去告状 尽管老师让她有机会解释 但小美却不愿意因此出卖小慧 于是只好当挡箭牌 而她受到的惩罚是向全班同学之前 从那时起 周围的人也都离她越来越远 只有小帅认为她是无辜的 对于这样充满压力的班级 小帅不想在这里多待了 因此她决定退学 小美不敢相信因为这件事 竟造成了如此之多的矛盾 接着她再次找到小慧 但愿她会主动承认错误 不料小慧直接就翻脸了 埋怨起小美阻止自己销毁钱包 还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她坏话 最终甚至要与小美绝交 小美大吃一惊 她的一片好意到头来却得到冰冷 尽管心里不是自卫 但也只能忍气吞声 但这件事越来越严重了 大家受到小慧的挑拨 同学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嘲弄小美 不仅在她的书上乱涂乱画 还把水桶放在门口泼了她一身 看着她狼狈的模样 小慧也是在一旁呲牙大笑 小美面对大家的捉弄委屈地离开了 她一味地逃避 不料老师却挡在了她的面前 老师没有半点怜悯 反而则被她指挥逃避 此刻老师抓起她的手 坚强地告诉小美 而老师的一席话使她陷入沉思 不由思考老师为何这样说 但她很清楚 自己和同学们在一起是一种缘分 绝不能就这样在遗憾中毕业 此刻小美决定彻底改变自己 并且向退学的小帅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小帅也很不想小美被孤立 最终她也决定重回校园 就这样他们互相鼓励 共同承担面对困难与挫折 第二天上课领响了 他们正点进入教室 并自信地对老师许诺 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再逃避困难 老师听到后心里很高兴 但却依旧冰冷地对两人说 不要以为等到暑假就可以安心 原来老师是想要取消暑假 并要求全体学生必须按时上课 并且在此期间 他会用小红花奖励优秀的小组 而得小红花最少数量的小组 将会受到狠狠的惩罚 而第一的小组将可以更早地毕业 并且老师还会把他们介绍到名牌中学 被取消休假的大家感到很不舒服 可父母一听到老师免费补习 强烈表示支持 学生无路可退 唯一能做的就是为得小红花而努力 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不管是体育课还是文化课 学生们都热情高涨 甚至吃午餐时大家都保持积极 小美却另有感觉 觉得大家失去了原本的轻松快乐 接着她一整夜都给每一个学生写信 希望能唤醒学生心中的纯真 当她一封一封放进同学的桌子后 得到的却是被大家当成傻瓜 小灰更是一马当先 撕掉了她花了一页心血写完的信 看着这令人心寒的一幕 小美很难过地站在门边 小帅忍无可忍想要拦住他们 却意外地与同学起了争执 小美赶紧站出来阻止 但结果一个没站稳摔倒了 学生们看得目瞪口呆 还好老师来得及时 急忙把她送到了医务室 像一个职业护士那样给她包扎 小帅对小美的遭遇很是同情 她愤怒地指责大家不理解她的好意 大家此刻也认识到误解了小美 纷纷低头愧疚不已 小帅则是俯下身子捡起被撕碎的信 小丽健壮也参与了进来 同学直到看完信才明白 小美对大家的抱怨并不生气 大家感动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小美步履蹒跚地回到教室 可老师依旧让她去收拾走廊 此举在同学中引起同情 小丽第一个起身 决定要帮她一起收拾走廊 可老师却提醒了一句 你是我们班上唯一一个主动与她站队的傻子 你会被别的同学孤立起来 但是当老师的话一说完 又有一名同学起身 表示很乐意帮助小美 紧接着又有几个学生站了起来 尽管可能导致他们得不到毕业推荐 那他们也要团结一致 小美被深深打动了 不枉自己一番苦心 老师目睹大家群起而攻 她却一点都不慌 内心深处却是暗自窃喜 因为这就是她想要的 但她却依旧不想停下对学生们的磨练 反而还想给他们制造更多麻烦 接着找到小慧 表明早就知道是她偷了钱包 接着要求她做自己的卧底 小慧出于愧疚只好同意 不料有同学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小慧是偷钱包的人 同学的笔试弄得她羞愧难当 于是她趁着夜色四下无人的时候 把教师弄得乱作一团 甚至想要毁掉这个让自己蒙羞的班级 千军一发之际 老师连忙感到想要阻止 不料小慧忽然拿起武器冲向老师 疯狂地朝着老师扑了过去 但老师却并不慌张 不料一脚里长长的疤痕显露了出来 小慧见状顿时惊呆了 其他学生也被这道疤痕吓了一条 老师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有这样的勇气 此刻小慧恼羞成怒 她把责任都推到了老师的身上 自己才仅仅12岁 结果老师却要求自己做间谍 可此刻老师去问她为什么不拒绝 老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拒绝一些事 可你为什么不拒绝却逃避 老师也借此机会 所作所为负责 老师震撼人心的教导 让小慧在悔恨和愧疚中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小慧一点也不想上学 可此刻小美竟在下面喊她 本以为小美不会原谅自己 却不想小美依旧原谅把她当好朋友 小美的善良 也是成功地打动了小慧 可这还不是最令人感动的 全班学生也因此原谅了她之前的行为 看着他们团结一致的场面 老师心中涌起一股喜悦 结果到了第二天 老师一踏入教室 众人皆是一愣 他们发现老师一改往日变化了模样 他不再平时神情的严肃 反而给人一种亲和的感觉 大家无法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怀疑老师是不是有双重人格 见大家都是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 老师此刻表示抱歉 他说自己以前那么严格 是想给大家动力 如今已目睹大家如此进步的变化 于是决定做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小美在一旁开心极了 可却突然被小帅惊醒 原来刚才美妙的一幕 都是小美的梦一场 但马上就要毕业了 很快大家就会从老师的魔掌中挣脱了 但学生们并没有意识到 由于老师的故意为难 反倒是让他们互相的友谊越发地珍惜起来 为了留住这段美好的记忆 他们准备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用于制作特别的毕业纪念品 本以为老师会不同意占用学习时间 可谁曾想 老师竟破天荒地答应了 接着大家买了一些板子 大家都很有耐心地在上面雕花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所有的木板都被雕刻好了 学生们带着激动来到了活动室 按次序把他们一块块拼起来 看着毕业纪念品做好了 学生们人人笑容满面 原来纪念品是每个人的画像 并且整体是一个有字的图案 可兴高采烈的学生们却忘记了 没有老师的班级纪念品又怎么能算圆满 不过就在他们开心的时候 却不想老师再次打破了他们的欢乐 她用一张纸写满了每个人的分数和秘密 并且要求大家 在申请纸上自愿填报私立中学 因为每个父母都想让孩子念私立中学 小美看着自己的秘密心里有点忐忑 她把这事告诉了小帅 以前她故意扔掉姐姐用过的话 于是就骗妈妈说弄丢了 妈妈相信就重新买了新的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要让她承认曾经的错误也比较麻烦 很快就开始了田志愿的讨论 老师与每位学生家长都一对一的交流 可小美仍然质疑要申请公立中学 她觉得上私立没必要 不一定上私立就能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 看着妈妈劝不动小美 老师连忙劝说 接着老师摆弄着手中的笔记本 提醒她别忘记电脑中有她不能说的秘密 小美只能听从老师安排 老师这个方法效果很好 她成功地说服了学生 让他们听从了自己父母的意愿 在登记完毕后 老师告诉他们这其中的缘由 她可以理解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理想 但做父母的永远都希望孩子能更好 尽管这会阻碍成长 但是很抱歉 父母委托我负责教育你们 我一定要负起责任来 老师话音刚落 就给了大家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可大家又难以领会老师话语中的声音 认为她就是联合家长对付学生 接着大家再次相会商议对策 正当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 有个同学忽然提议 要不要把老师告到教育局去 甚至有可能直接将她辞退 小美却觉得这是一种卑鄙的行为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最后他们决定溜进老师办公室 从她的电脑删除每个人的证据 这样就不怕老师在威胁了 就在学生们都在欢呼时 老师如鬼魅般凭空出现 原来他早有准备 已经将所有的资料都拷贝了一份 非但学生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反而让他有了可乘之机 老师接着要求大家 在明天公开课室保证 不再违反父母和老师的规定 不然就会把他们的行为举报到学校 结果就是被开除 此刻学生们才恍然大悟 他们根本就无法与老师抗衡 此刻小美提议道 与其坐以待毙任人摆布 为什么我们不去找父母 承认自己的错误呢 对父母吐露心声 才能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学生们半信半疑的决定是一事 到了第二天公开课 小美率先起身 她鼓足勇气向妈妈认错 坦白说不喜欢姐姐的老实话比 于是才撒谎骗妈妈说是弄丢了 因为妈妈经常夸奖姐姐 这让她又气又嫉妒 也让她失去了信心 所以才会想尽办法维持家庭和同学的关系 尽管自己曾是一个懦弱的孩子 但却因那些磨难而变得坚强 紧接着又有几个学生站了起来 他们都为犯的错误而向妈妈反省 也希望他们能尊重自己 听到孩子们的讲述 家长们陷入了沉思 老师看着他们的变化 心中暗暗为他们点了个赞 但却没有人发现 在人群里有一个人正偷偷地看着这一切 在这次诚恳的坦白之后 学生与父母之间再无隔阂 家长因此转变了态度 小美终于体会到了老师的用心良苦 可老师的反应却是一如既往的冷淡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欢乐 因为大家得到了父母的理解 学生们冷静下来再一想 觉得老师或许并不是那么坏 只不过他的方法和别人不一样而已 但就在这时 老师却被校长叫过去谈话 一向对他百依百顺的校长却要求 让他能更温柔地对待学生 教育局已经派人去查过了 原来当时有同学在暗中告状了 告发他对学生有区别待遇 也得到了教育部门的关注 这次校长恐怕都护不了他了 但老师却依旧坚持不改 当他重新回到教室的时候 甚至对学生就更严厉了 他不但没收了和学习毫无关系的物品 甚至还带走了小帅最喜欢的娃娃 小美在放学后找到他求情 恳求他能把布偶还给小帅 因为这是他妈妈留下的最宝贵礼物 但小美又问了老师另一个问题 他说出老师如此严厉的本意 是想让大家得到历练成长 可老师却回答说他自作多情 小美一走进家门 教育局却来到他家询问情况 至于为什么小美是第一个 因为老师对他最不好 小美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对方也只让他回答有或没有 于是他坦白了老师的行为 尽管他想解释老师这么做的原因 可对方压根不让他说话 第二天上学时 也是得知所有的家长都对老师表达了不满 这也让学生们觉得老师是一位好老师 因为所有的同学都有了深厚的进步 为了证实他们的猜测 大家决定在教育局检查时 有意地问老师几个敏感的问题 而一开始 小丽就提出第一个问题 老师对所有人说 读书并非为了考试 而是让大家变得更优秀 对知识的渴求精神 才能更好地去闯荡这个世界 老师回答道 当大家长大成人后 面对的困难远远不止于此 要是这点挫折也承受不了 那么长大后很难有一席之地了 老师回答得滴水不漏 却不想小美在一旁反驳道 老师曾说过幸福只属于少数人 但我觉得每个人的幸福是不一样的 我们24人就有24种幸福 而我们全班的幸福 全都是你的善意教诲 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你是一位好老师 老师不再固执地反驳 却投以赞赏的眼光 对眼前独立思想的小美表示认可 工作人员此刻已有了答案 直到大家全部走出教室 此刻只剩老师一个人 她看着空无一人的教室出神 不料接着 她竟在讲台上突然昏过去了 还好被人发现得早 才能把她送到医院 由于老师数月来因为工作日夜操劳 这才导致身体最终不行了 为了和老师一家取得联系 主任来到了他家 却发现原来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居住在一间又黑又暗的老房子 这间屋子像个货仓 里面堆积每一位学生详尽的记录 他没收的物品也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还特别标注了交还的时间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老师对待孩子的重视 甚至超越了家长 学生们为老师感到担忧 可来到医院探望 却发现他已经不在了 甚至还搬家了 只剩归还小帅不偶的那道日期标签 大家都不清楚老师去哪了 害怕再见不到老师 此刻小帅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想找小混混与对方发生争执 那样老师一定会出面保护我们的 不料却让事情已经失控 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老师出现 果然那道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老师一人独占一群人 与对方进行激烈的战斗 虽然最后还是转败为生 但他也在搏斗中受了重伤 而小帅的这条鬼建议 对老师的影响还远远不仅于此 重返校园后 主任也是要求校长将老师辞退 因为他在大街上和人打架的事情 已经被媒体大肆渲染了 可老师却执意要教完学生们的最后一堂课 他带着满身食伤走进了教室 此刻小帅已经哭得梨花待雨 为此他向老师道歉 很快大家都自告奋勇地站了起来 这次他们并没有群起而攻 而是表示最真诚的道歉 可老师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 任何借口都不管用 有错误就会有处罚 大家都要起立直到下课 第二天就得上交检查报告 此刻教导主任开了门 认为他不该这样对待学生 而且他也不再是班主任了 学生们顿时明白 自己的老师已经再也不能继续教大家了 他们简直无法接受 老师走后他们将会是何等的无奈与惶恐 而老师则是平静地说 人生在世总会有一些坎坷与挫折 绝对不能失去信心 请相信在我们身边仍然存在着许多美好的东西 漫天的美丽繁星 小蝴蝶在花丛里翩翩起舞 要用心去体会身边的一切美好 学生们此刻都哭了 但主任却让保安把老师给赶走 而老师也执意要说完最后的话 表面始终严厉的他 此刻眼中却洒着泪光 他不过是拿自己当一道墙 让学生遇到困难 然后自己去克服越过去 哪怕不被理解也无所谓 只要孩子们能坚强地长大 他宁愿自己被全世界抛弃 在临走前 校长想通过人脉为他介绍别的工作 可老师却表示自己不会放弃教育 因为他一直坚信 教育能创造奇迹 不管将来能不能成为一个好老师 那都不重要了 在老师离开之后 教导主任临时代课 校长本以为学生会有意见 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 大家都在安静地等待着他的讲课 所有的问题大家都会举手回答 学生们的眼神像是在宣告 在他们心中早就有了不可被换掉的老师 很快他们要毕业了 每一位学生的家长都被请来了 唯有小帅只能一个人 就在小帅故作淡然之时 小美看见一位妇女抱着他的洋娃娃 小帅看着这一幕顿时愣着 那人正是七年未见的妈妈 小帅眼里的泪水在打转 他难以相信眼前的妈妈来了 在小美的拉着下 小帅才缓缓走到了妈妈身边 妈妈羞愧地说 是老师找遍了所有人才找到了自己 并且拿着娃娃责怪了自己一顿 妈妈那时也意识到 自己缺少了对儿子的关爱 于是决定一定要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老师在离别前如愿以偿让大家成长 但他自己却无法参加 仪式门一开 大家都在期待老师的到来 此刻老师回到了办公室 他打开电脑 一个一个地抹去学生们的把柄 虽然无法亲手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 所以才只能用这种方式 以表示对学生成长的认可 而每个头像都蕴含着学生蜕变的故事 他不但教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 自己也从中获得了欣慰 来到毕业仪式的门外 他多么希望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学生 却始终没有踏出那一步的勇气 他不知如何面对这群孩子 也不愿留下一丝离别的愁绪 当他打算离开时不料被主任撞见 原来老师是故意被校长请来拿电脑 实际却是希望他能出席一室 在离开之前 主任也是高度赞扬他的教育精神 表示在你教完这个班后 任何一位同学都不会迟到 每一个人浪费食物 而且大家都比以前更加用功读书 并且全部成功进入理想的中学 听见学生们没有让自己失望 老师自己已经得到了满足 他最后一次进入教室 一排排空荡的桌椅 代表着美好的小学生活结束 也代表着他们新的中学生活开始了 正在老师回忆完打算离开时 此刻教室的灯光忽然亮了起来 所有的学生都围了过来 原来仪式并没有结束 是主任带他们来看老师的 小美兴奋地说道 我们准备了一样东西 但愿老师一定要留下看见 然后学生们抬着一块巨大的木板拿了进来 当黑布撕开的瞬间 原来正是那张毕业作品 他们把老师夹在了有字的旁边 有了老师才算一个完整的班级 老师见状这一幕深受触动 但她还是把泪水咽了下去 维持着冷漠的外表 每一位学生都充满了泪水 对老师表示忠心的谢意 大家都表示自己很走运 能有老师这么好的一个班主任 也终于体会到了老师的难处与不易 看着那些哭泣的学生 老师冷冰冰地说完话就准备走 可就在她转身要走的时候 只听见学生们在高歌告别 老师终于忍不住了 她抬起头眼去自己流泪的现实 她的眼泪带着浓浓的不舍 也充满了为孩子的成长而高兴 为了不让学生们成为温室里的花朵 所以才让自己有了冷酷的外表 只为让大家勇敢面对困难 老师这种不同的教育方法 也是让大家茁壮成长成一棵大树 虽然相处短暂却是如此深沉 一瞬间桃花再开 小美也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 而就在要去学校时 结果在门口再次撞到熟悉的身影 小美幸福地跑了过去 看着她兴奋的身影 老师似乎也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她再也不是那张冷若冰霜的脸了 此刻脸上浮现出温暖的笑容 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重新诠释了教育的意义 或许当我们遇到困难时 能够挺身而出勇敢面对 鼓起勇气承担责任 并且不再选择逃避 并且勇敢地直面恐惧 勇于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那么我相信大家也一定能大方一彩 这样的老师你喜欢吗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老师要用美术课给学生们上历史 不料却引起学渣的不满 这也不是美术课 你 我主持 也不来如此 老师气得要把她赶出去 当翻开男孩的课本后 更是见她把历史人物改成了土匪 老师退到一边 再一次要把她赶出教室 看到她一动不动 这让前排的学霸很不爽 就这样班里无疑人不讨厌男孩 甚至就连父亲都看不起他 最终老师以他侮辱的名义 直接请男孩的父亲来到了学校 就像所有家长一样 父亲先是赔礼道歉 然后再请老师高抬归手 父亲也一直责备儿子 咋我活 不听话 你也照大补 你看人呀 又是当科学家 你又是当文学家 你看咋我活 我会闯够家 但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这个学渣男孩依旧有闪耀发光的地方 父亲很是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他也觉得自己的儿子最没用 甚至还想让他早点退学 跟着自己学木工 让他把这门手艺练好 将来也好有个谋生的饭碗 哪怕他是全校倒数第一 但他的美术绘画却是天赋超群 而男孩的梦想也是想要成为作家 尽管每次都会被请出班级 但只要一拿起画本 他就能找到自己的快乐 可美术这门功课却并不被学校看好 因为升学考试并不考绘画 成绩的好坏成为了老师们 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尽管被全世界不看好 但男孩仍然对绘画永不放弃 一个废弃的摇动成为了他的大本营 他的涂鸦与绘画无处不在 男孩每次在难过时 他都会静静一人拿着画板来到河边 就在男孩心灰意冷以为命运注定时 不料这天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美术老师 老师见他的画工还算不错 于是在临走时候告诉他 男孩诧异地看着老师离开的背影 只因学校并不上美术课 可突然一天班里换了新的课程表 里面也加上了美术的课程 可班里的学霸却是一脸的不高兴 因为成绩好的都觉得美术没用 就在学渣们兴奋地期待美术课时 不料走进来的却是班主任 就这样有了开头的一幕 男孩最终被老师撵了出去 主任同样也在责备男孩违反班级纪律 实际学校确实增加了美术课 甚至还请来了一位美术老师 但做这一切的目的 却只是为了应对教育局的检查 看着美术老师的照片 校领导以为他会就此放弃离开学校 不过却要让他们失望了 只听见上课铃响起 美术老师捧着一座石像走了进来 这让学生们都无比兴奋 因为这是大家人生第一次上美术课 纷纷用好奇的目光 看着这个新来的美术老师 老师问大家是否会素描 同学们摇着头表示不会 接着老师要求大家把美术本拿出来 课班里的学霸却表示 以前我没有上过美诗 没有美诗课 没办法老师只好让大家拿出纸照着画 他从来没想到孩子们没有美术本 甚至还从来没有上过美术课 老师也更坚定了一定要教好孩子们 但从小就被灌输了美术没用的孩子们 想要改变并不容易 看着学霸正偷偷做着数学题 老师也是不灌着 让他好好盯着黑板照着画 可学霸就是不配合 还理直气壮地说中考又不考艺术 你的美术课只会影响我们的学习 班里大部分的学霸都纷纷表示不满 但老师却不惯着他们 表示如果再有学生做别的课程的功课 就都滚出教室 随后学霸被老师赶了出去 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很快走廊里就挤满了学生 此刻老师认出男孩就是那天在河边作画的小孩 直接让他当了美术代表 这让男孩很开心 没想到自己身为学渣也能成为班干部 可就在这时英语老师也被吸引了过来 他对美术老师的行为很反感 英语老师表示这是中学毕业班 你这样做不是在浪费学生们的时间吗 很明显教育观念的差异是引起争执的原因 但美术老师面对质疑仍然不予理会 英语老师把书一扔气冲冲地走了 而美术老师的首次授课 就颠覆了学校长久以来的教育观念 而且他还喜欢音乐喜欢艺术 所有的行为都与这落后的学校格格不入 但同时也为学生们开启了一道新的希望之门 这件事后引起了校领导和老师的不满 都认为他的艺术课占了太多的时间 对文化课的学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主任只好找到美术老师 把学校的想法告诉了他 表示美术课不过是为应付上级考核才弄的 学校觉得学生学习美术就是纯属浪费时间 农村的孩子一没天赋又没条件 完全无法与城市里的小孩相比 但没有这门课也不行 因此学校决定不再允许美术老师在教室上课 转而让他们去仓库 去专门给那些不爱学习的学生上美术课 老师知道学校这样的做法无疑是想让美术消失 而想特意找自己学美术的也一定没人 但他也不得不接受这个安排 最终一度考虑他决定离开 但男孩的出现却让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老师在他的眼里看到了对艺术纯真的热爱 而男孩一说到美术也会变得异常兴奋 非凡的才华赋予了他对美术的读到见解 并且在没有学生去买彩笔时 男孩还会自己用植物做颜料 如果没有对美术的热爱 也绝对不会做到这般细腻 老师随后鼓励他去考美术重点中学 但男孩却表示没自信 因为哪怕是全校前五都未必能考进重点中学 他自己还是个学渣根本不可能 老师听完顿时来了兴致 接着转身指向了深厚的话告诉他 为了得到更多装颜料的试管 男孩也会经常去实验室偷拿 可这天他刚从实验室出来 不料却遇到了校长的儿子眼镜男 就这样这件事成为了两人的秘密 眼镜男身为校长的儿子 他的学习压力也比周围人更大 然而他却一心只喜欢小提琴 他经常在深夜溜进教室 唤起心中对艺术的热爱 但父亲却对此非常反对 他觉得小提琴就是个垃圾 只会让你的学习成绩变差 而为了防止眼镜男告密 男孩于是就将他带到电玩厅玩耍 由于相同的喜好 两人很快就熟悉了起来 眼镜男长久的压力也终于有了短暂的释放 并且他也会帮助男孩 从父亲那里为他弄来更多的试管 但也是因为这些试管的丢失 从而引起了学校的警惕 男孩将颜料带回教室 也会经常偷画斑花 斑花不但漂亮而且学习还好 是学校的第一美女 男孩甚至不忘在画纸旁边写下旁白 就等着哪天把这幅画亲自交给斑花 可不料老师发现是他偷的试管后 紧接着将他的书包从教室里丢了出去 正巧他画的斑花被一旁的校爸捡到 校爸在学校里经常视强凌弱 看完这张画校爸整个人都不好了 原来是因为校爸也暗恋斑花 男孩竟还有胆去追自己的暗恋对象 接着他让一群小混混进入了教室 吵吵嚷嚷要教训男孩一顿 美术老师在得知男孩不敢来上课后 随即便准备上门找他 在看完男孩大本营里满强的画作后 这才发现男孩非常会画画 而且还是个天才 当他们正准备返回学校时 不料校爸却早让人在路上埋伏 混混们正要给男孩一个教训 可不料美术老师竟会中国功夫 老师三两下就把他们给打趴下了 这一幕更是吓得校爸目瞪口呆 在看到老师功夫的实力后 校爸也决定感谢归正拜他为师 老师还以为他是想过来跟自己去学美术 刚准备将他带到画室 最终这才明白原来校爸是想学功夫而不是画画 为了让老师教自己功夫 无奈校爸只好求男孩帮忙 还答应以后会在学校里照顾他 紧接着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斑花竟也决定上美术课 看到这一幕 其余老六也是纷纷散去留他们二人独处 斑花的理想是做一个时装设计师 于是想请男孩帮自己在草图涂上色彩 男孩欣然同意了 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男孩送给他一颗大苹果 这让斑花乐得合不拢嘴 业余时间男孩还会带着他去自己的大本营 他们一起抱怨父母世家的压力 畅谈各自的梦想 斑花也会在果园为男孩献舞 学渣们则是待在树上静静地欣赏 久而久之大家的想法得到了共鸣 他们也成为了无比亲密的好朋友 可就在几人在河边嬉戏时 斑花妈妈的到来却打破了瓶颈 他不喜欢女儿和那些成绩差的学生一起玩 如果说学渣跟斑花在一起玩是无辜 那校爸进医院就是活该了 原来为了能得到斑花的青睐 校爸在楼梯上模仿李小龙表演双截棍 不料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最终伤了胳膊住进医院 原来校爸也有个可怜的身份 父亲在他很小时就去坐牢了 并且妈妈还改嫁给了别人 他从小就被遗弃了 长期以往就被打上了不学无数的标签 老师得知他住院后也是带着男孩一起来探望 甚至还亲自为了他做了营养餐 老师知道他的梦想是想参军后 于是就答应找人帮忙打听一下 校爸瞬间就被感动得哇哇大哭 他也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关怀 孩子们有过哭泣有过微笑也有过反抗 但这也是成长过程中需要精力的 所有的孩子们齐聚在美术老师的放羊班里 他们同样各自怀揣梦想 老师的到来也为他们打开了新的大门带来希望 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模仿别人才能得到成功的 每个孩子的身上都拥有独一无二的特点 他们会为此而奋斗走向更宽广的世界 但这条理想之路注定要布满荆棘与寂寞 班花的妈妈为了让女儿有更好的发展 所以决定搬到市里去 就这样班花不得不转学 她含着泪水告别同学 留下同学们不舍地望着她离去 但男孩却连道别的勇气都没有 她盯着那块笑话送给自己的手表 纵然心有不甘也只能祝福她一切顺利 在往后的日子里 男孩也是经常打探班花的消息 反倒被学霸训斥了一顿 对方表示除非你能在考试拿到好成绩 我才会告诉你班花去哪了 而另一边笑爸为了表示想要参军的决心 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头发剔成秃头 而眼镜男依旧不被父亲理解 因为偷练小提琴的事也是被父亲将他一把摔坏 为此还让他留在家里反省 面对父亲的训斥眼镜男却不敢吭声 这次他再次与理想挥手再见了 这天男孩问他怎么才能更快地让成绩进步时 眼镜男的建议却出乎他的意料 随后男孩拿走了考试答案 并把答案分享给了放羊班里的同学 终于这天到了学校的月考 在别人还在做题的时候 小胖却一脸开心地站了起来 随后迈着大摇大摆的步伐提早交了卷 紧接着其他放羊班的学生 也开始陆陆续续地提前交卷 老师们也是感到不解 这群不学习的学渣怎么这么早就答完了 出乎校领导意外的是 这群学渣也是在这次考试中包揽了前十名 不用想他们肯定是作弊 但两人也实在想不通 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答案 最终学校宣布重新考试 美术老师最终发现了他们作弊的事情 也是将几人训斥了一顿 这时他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里得知校爸无法参军 只因为他父亲做过老友过5点 老师本想要瞒着校爸保密 但不料校爸在门后听到了一切 梦想破裂的他顿时就跑了出去 尽管老师想要阻拦 但他还是翻过学校大门跑了出去 校爸从小就有参军的愿望 如今的希望却已成泡影 他实在不甘心 来到河边看着自己穿着迷彩服的照片悲伤不已 他曾经多次梦想着能够披上军装 如今却被全世界抛弃 就在他离开学校的第二天 学校却发生了一起盗窃 学生们的书本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 学校为此报了警 因为校爸父亲曾经坐过牢 于是学校怀疑盗窃是校爸干的 为此还召集了全体老师 校主任更是大言不惭在台上表示就是校爸做的 美术老师听到后却再也忍不住了 能不能显动民进调查的结果 教导主任听了这话被气得不轻 当场气愤地离开了现场 而面对全体同事的指责 老师却在一脚安静地沉默不语 他也相信校爸绝不会干出这种事 不久就证实了老师是正确的 这天校长看着电视上的新闻 里面报道一名好心的学生拯救了不慎落水的老人 随后还将老人送到了医院 而当校长看向那名学生照片的时候 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原来照片的那名好心人是正是校爸 那天校爸来到河边伤心时 却忽然听到了呼救的声音 看见有人落水 他毫不犹豫地就跳进河里救人 很快真相也水落石出 校爸变成了一个健义勇为的大英雄 政府还特意安排了表彰大会 可校爸却在现场只感谢了美术老师 他很感激老师能让自己走上正途 这一番话更是打了现场校领导的脸 因为校爸对学校领导只字未体 而由于他英勇救人的行为 政府也是决定让他重新恢复资格去参军 这天老师收到了朋友国外寄来的礼物 里面有一张美术教学光盘 男孩对此非常好奇 于是在得到老师的允许后 男孩带着光盘来到录像厅观看 可不料里面的内容尺度有些过大 画的是一个半身赤裸的女人 不料此刻警察突然闯入 所有人都被送到警局 警察认为光盘是违法物品 老师也被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可不管他怎么解释 这只是一个美术教程 警察却依旧不依不饶 当几人离开警局时 不料外面的留言却是传得沸沸扬扬 大家都认为美术老师很不正经 由于谣言越传越凶 最终学校无奈之好把美术老师开除了 在老师离开的那一天 男孩想要为他送行 可父亲却阻止并不让他去 老师激励了一群孩子们去追逐梦想 可到头来这里连个让他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最终只有校爸冒雨送别了老师 目送着老师离开的背影 校爸最终哭了 在老师离开后 每个学生都似乎像失了魂 而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 学校丢的书本竟是眼镜难偷的 他最终用一把火烧了一切 同时还有自己的梦想 而过了一年以后 男孩也不再读书 从而每天跟父亲干农活 他本以为人生已经废了 此刻却突然收到了一个陌生的包裹 原来是美术老师寄来的 他的美术作品得奖了 在采访中他表示自己之所以能拥有如此灵感 一切都要归功于放羊班里的学生 在里面还有老师寄来的重点中学的邀请函 他鼓励男孩前去参加考试 男孩在看完后顿时死灰复燃 于是他背起自己的画册 带着最初的梦想来到重点中学考试 而令他想不到的是 班花也在这所学校 并且男孩还在这里再次见到了老师 这次男孩对梦想再也不会说放弃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老师入职的第一天 竟在垃圾箱里看到站着一个男孩 他上前打算询问 可男孩却告诉老师 班主任说自己是个垃圾 所以让他站在垃圾箱里 弄清原因后 老师慢慢地向男孩走去 接着把他从垃圾箱里抱了出去 估计男孩怎么也想不到 眼前的老师将会彻底改变学生们的命运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克拉克打算去大城市找份老师的工作 然而却屡屡碰壁 大城市的学校根本看不上他 正当克拉克迷茫时 看见一个学生与老师发生了冲突 他急忙上前去劝和 直直等到校长出来后 师生之间这才停止拉扯 而老师却被气得当场就辞职了 克拉克也总算是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并且打算接手前任老师所在的班级 校长建议他再考虑一下 原来这个班的学生是全市最有名的学渣班 每年都会有无数的老师辞职 直到他进入教室门这才知道有多糟糕 初次见面 学生就打算让他出出丑 小卷妹是全班最能惹是生非的人 由于大家受到他的怂恿 没一个学生听老师的话 下课后教室一片混乱 甚至还把老师的车涂满了喷漆 学生们打算弃走老师 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老师并没有离开 教室的墙还被重新粉刷出了新颜色 整个班级清洁整齐 老师这时告诉大家 这才是由期该用到的正确用途 只可惜这些学生都不领情 校长也认为克拉克在胡闹 当着大家的面 把克拉克一顿臭骂 这下更是让他更加出丑难看了 但克拉克并没有就此罢休 反而告诉学生们要遵守规则 然而得到的却是一片冷眼 午餐铃一响 学生们一窝蜂地跑了出去 结果不料门被锁上了 这就是新老师的规则之一 下次再想吃东西就必须排队 学生们勉强站成两列 小卷毛偷偷摸摸地插了队 克拉克看到之后 把每个人都叫住了 如果有一个人插队 那么所有人就要陪他一起饿肚子 在全班同学的面前 小卷妹只好退让 一脸郁闷地走回了自己的位置 看着学生们很听话 克拉克一脸开心 然而不料到了下周一 克拉克一进教室时 发现整节的班级又变得混乱一片 自己仔细安排的每件事 都被学生报复地毁灭了 墙壁上也有辱骂他的自己 这群人哪里单单是学渣呀 简直是一群恶魔 最可气的是 没人跟他认错 上星期分配的家庭作业 也没有人去写 小卷妹则是一脸傲然地扭过了头 开始跟同学们聊天 克拉克忍无可忍 小卷毛却告诉他去死吧 这一幕让大家全场惊呆了 克拉克气得满脸通红 急忙收拾起自己的东西 就离开了学校 接着与曾经的同事吐露心声 自己明明是个脾气好的老师 却被气得与一个12岁的孩子突然发火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失控过 经朋友耐心劝慰 克拉克这才镇定了下来 他决定改变自己 到了第二天 学生以为老师不会来上课 校长本以为要再换老师时 然而两人进入教室的那一刻 老师却安然无恙地坐着 并且在台上还有20盒牛奶 接着克拉克说 只要你们每听课一分钟 自己就会喝下一盒牛奶 直到把自己喝土 学生们都想看老师的笑话 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认真听课过 有人不想上课 也会被其他学生叫住 因为他们今天必须要看着老师喝到土为止 时间缓缓流逝 桌子上的牛奶正变得越来越少 更多的知识被写在了白板上 当所有牛奶被喝完后 这个被号称全是最学渣的班级 第一次全神贯注地听了一半的课 并且还能主动举手回答问题 看到学生听得兴高采练 克拉克很高兴 这时他装作呕吐的样子 学生们也都笑了 克拉克在课后也要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主动提出向他们学习跳声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跳起来并不容易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一次又一次的倒下 他以自己的行为向学生表明 只要你愿意 就能学会任何东西 但是校长看见了之后 却把克拉克请到他的办公室 说他身为老师和那群学渣玩那些垃圾游戏 破坏了校园的气氛 克拉克很是生气 并跟校长打赌 六个月后的期末考试 他们班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及格 回教室后 克拉克把事情告诉了他的学生 接着问大家谁想争一口气 为自己赢得一个美好的未来 就来点燃一支蜡烛 周围的学生都围了过来 此时此刻 学生们也是发自内心的认可老师 认为他一定可以创造奇迹 教科书里的历史实在是太乏味了 于是克拉克连夜把历史知识改写成一首歌 在课堂上播放音乐 带着大家翩翩起舞 学生们听得很开心 唱得比老师还顺良 这让林丹同学看得目瞪口呆 小黑因为基础实在太差 克拉克就会单独陪他补习 容忍他的暴躁脾气 就连小黑的父母也认为 自己的儿子没希望了 还要把他送到哨馆所 因为可以节省一笔学费 而克拉克却极力反对 让他们尽到父母的责任 但由于他最近不怎么交作业 克拉克于是就想家访一下 这才知道他住在一个贫困的单亲家庭里 而且还要照顾三个弟弟 根本没有时间管作业 于是克拉克便替他做起了家务活 给了他做功课的时间 并且劝说小卷毛的妈妈 多关心关心你的女儿 因为他很有机会进入一所重点高中 在长期忧虑和劳累之后 克拉克再也无法支撑下去 在课堂上这位老师剧烈的咳嗽 然后就失去了意识 同学们认为这是老师开的一种玩笑 叫他停止胡闹 见老师真的不说话了 所有人都惊慌失措 他们把老师送进了医院 经过检查后才知道老师患有肺炎 尽管他的肺炎没有传染性 但医生仍然要他在家里待两个星期 老师为了不耽误大家学习 于是请求朋友帮他在家拍视频 学生们就可以通过视频来学习了 这让校长大吃一惊 这帮学渣怎么也学得如此正经了 等克拉克康复后 还有一个星期就到毕业考试了 但他十分生气 因为有些人还是不及格 克拉克明白了 学生们已经掌握了该掌握的知识 他们只是心态上的问题 考试很是一如既往的漫不经心 他郑重地对学生说 一星期后的考试 不只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也将影响到你们的一生 可小黑听完后 却在座位上不屑地冷笑 到了考试那天 小黑在半路偶遇两位流氓朋友 让他和自己一起偷东西 好在克拉克早就预料到了小黑的情况 于是喊他过去考试 在克拉克老师诚恳的目光中 小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他还没意识到今天的选择 将对他的一生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抓紧最后的时间 克拉克也是终于将小黑带入了考场 学生们正在做题 而克拉克则是一脸焦急 就好像一个等着孩子降生的爸爸 最后灵响考试结束 看着学生们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克拉克总算是放下心来 在结果公布之前 他想带着全部同学和家长去剧院看演出 同学们都很开心 特别是小黑 然而到了看剧的那一天 大家都到齐了 但小黑却还没有过来 克拉克发觉有问题 他急匆匆地跑到小黑家 打开房门发现他家里很是混乱 而在小黑的卧室 他看到了一幅很好看的画像 画的是一个少年摘下一张白面具 没想到小黑在画画上还有这样的天分 克拉克赶紧下楼继续找小黑 终于在垃圾堆里找到了他 原来他被养父揍了一顿 而且还被赶出了家门 克拉克把他搂得更紧 安慰他一切都会好的 最终校长提议小黑进自己家住 并许诺会好好善待他 在学期的最后一天 克拉克举行了一次颁奖典礼 这是老师单独为每个同学颁的奖 给有数学才能的人颁发数学奖 给有艺术天分的颁发美术奖 这不仅仅是一份荣誉 还是打开学生们信心的钥匙 而此时校长也走进了教室 他把所有学生的考试成绩握在手中 在同学们的热切期盼中 校长宣布大家都考试及格 而且全班的总分还是年纪低 一个全市最差劲的学渣班级 只用了半年 就被老师创造了奇迹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克拉克的教学理念是不抛弃不放弃 他不会抛弃任何一个学生 也不会冷落任何人 这样的老师 你愿意给他点赞吗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